我們準備進入所謂的槓桿原理 首先呢,我們看一個狀況 好,這裡有一個東西 我這樣放上去 就會有一個順時鐘的力矩 它就會順時鐘轉 如果把它放在另外一邊 它就會有一個逆時鐘力矩 它就會逆時鐘轉 假如我放的時候 這個放了一個這個 5放在2 25得10 可是我的逆時鐘力矩放在15得5 那它還是怎麼樣 它還是會順時鐘轉 它還是會順時鐘轉 因為順時鐘力矩大於逆時鐘力矩 那倒過來如果是 逆時鐘力矩大於 順時鐘力矩 它就會怎麼樣 順時鐘轉 什麼時候它才會不轉呢 就是順時鐘力矩會等於 逆時鐘力矩 25得10 然後我把10公斤重放在1 然後它們就平衡了 它就不會轉 它就不會轉 這就是 這就是我們的做法 OK 所以 如果順時鐘力矩相同的時候不會轉 如果順時鐘大就會順時鐘轉 如果逆時鐘大就會 逆時鐘轉 好 我們就看誰大 來運用這個方式 就可以做成一個槓桿 來幫助我們把東西給舉起來 像這影片所顯示的狀況一樣 在這裡 我們試著用到頭的方式將書抬起 以了解槓桿的作用 先取一本照片的書 頂放在桌上 然後將小指放在靠近書底部的邊緣 並使命設法將書抬起 接著 再拿一支筆放在靠近書底部的邊緣 然後將第二支筆伸進書本下 以第一支筆為支點 其中簡單的道改 用小指把第二支筆的尾端小小壓 射法將書抬起 我們可以發現 用第二種方式 遞照輕鬆的抬起書本 這就是槓桿原理的秘用 好 那就是告訴你 利弊推利的力矩 四十分鐘大又四十分鐘轉 四十分鐘大力十分鐘轉 會做成一個槓桿原理 這就是槓桿原理 再來一次 平常 平常你在參考書看到的 或者是一般老師教的 都會教你 私利幣乘以私利等於 抗力幣乘以 抗力 我個人喜歡的方式是 四十分鐘力矩等於 歷史中力矩 原因是因為 如果是 私利幣乘以私利等於 抗力幣乘以抗力 那麼你總共只會有兩個力 私利跟 抗力 雖然你碰到的題目 絕大部分都是只有兩個力 但是如果你碰到三個力 四個力 五個力的時候 你就光用 私利幣乘以私利等於 抗力幣乘以抗力是不夠的 所以我個人喜歡的講法叫做 數字中力矩等於 歷史中力矩 算出所有的數字中 等於所有的歷史中 這樣子 它就達到所謂的平衡 幹坎原理的 恰好平衡的狀況 這就是我們所跟各位講的 幹坎原理 請你把這個公式背起來 不管你是要背 數字中力矩等於歷史中力矩 還是要背 私利幣乘以私利等於 抗力幣乘以抗力 都可以 反正你就是要給我記好 OK 然後我們就來做一點 幹坎原理的題目 有個圖所是 大石頭150公斤重 重心離圓部60公分 平均1.8公尺 要多大才抬起來 好 私利幣乘以私利等於 抗力幣乘以抗力 私利中力矩等於 私利中力矩 老師說 請你把它的圖畫清楚 有個棍子 中間的小圓部是支點 然後離那個有60公分 石頭重150 或我是要多少 平均是180 然後 私利中力矩是150的 利中力矩是F的 所以私利中等於利時中 所以 60乘150 等於180乘F 做完計算之後 答案叫做50 所以答案選C 這就是私利中力矩等於利時中力矩 或者是私利幣乘以私利等於抗力幣乘以抗力 抗力 好 好 那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也一樣 但有一個地方你要注意 這個釘子 這個釘子的抗力是要求的 釘子的利幣是5公分 可是私利十牛頓的利幣是35還是40 你要想好 也是私利幣乘以私利等於抗力幣乘以抗力 私利中力矩等於利時中力矩 但是這個問題的重點在於 你帶這個石牛頓的利幣的時候 你是要帶35還帶40 那個釘子的力量不知道S 利幣是5公分 可是問題是 私利幣是多少呢 是35還是40呢 好 注意利幣要在利怎麼樣 對啊 互相的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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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該是多少呢 還有多少 所以算出來的答案 會是多大呢 應該換成女生了吧 有女生嗎 一樣 No.1 你答案 我剛剛剛剛講說 私利幣乘以私利等於抗力幣乘以抗力 最重點是你的私利幣多大 是30還是40 多少 40 你答案算40喔 還是說你利幣40 你們答案算多少 70 80 80 請坐 四十鐘等於逆十鐘 十牛盾的是四十鐘立舉 抗力的釘子的是逆十鐘立舉 但是立舉要利幣跟成以利 利幣要跟利互相垂直 所以重點是 我們的私利十牛盾的利幣是幾公分的 四十公分的 那還是有垂直的 所以就往裡面帶 答案呢就會算出來是八十牛盾 所以我們答案是八十 這又是最簡單最基本的 幹桿原理的運用 私利幣乘以私利等於 抗力幣乘以抗力 或者四十鐘立舉等於 立十鐘立舉 計算注意事項跟前面一樣 利幣跟利亚互相的垂直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請寫課完練習